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其实我跟他大概是半年前我碰到他在上赛练车 他开始GD4 然后我看他今天排位赛是跑15秒5 对 10秒520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就是pro职业里面很快的一个圈速了 所以我非常敬爱于他的这个进步 好的 也恭喜波波今天的岗位 那下面我想单独问一下Chris 就是你今天已经跑出了一个非常快的岗位 2分15秒520 以及你说你练习更加的快 对吧 到了15秒297 那么通过刚刚的视频 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你对赛车运动的这样一份热爱 那么为什么你会想成为一个赛车手 就是刚刚视频里面说那样 对 我觉得就是很多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嘛 我觉得对 但是因为其实各种原因以前就是会很遥远 而且也觉得可能有时候家人也不太支持 对 但其实我觉得赛车是一个赛到日平时 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项一项运动 然后比街道他们其实开快车要安全很多 对 所以其实我也非常推荐很多 就是喜欢吃了朋友们可以去尝试去接触一些赛到日啊 然后赛车这样的一些运动 其实它是一件我觉得也很练意志力 然后也很练体能 就是一个我觉得各方面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事情嘛 我觉得对 所以我自己认为赛车是我的一种食粮精神食粮 对 所以我非常的热爱这件事情 好 我觉得通过你的鼓舞通过你的激励 我相信更多人会投入到这样一个赛车事业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你这次与我们保时捷的合作中通过之前的这些培训 收获了哪些经验以及对你今天的表现有帮助吗 帮助还是非常多的 因为其实之前我没有太多接触就是赛车方面的经验 然后可能就是从跑车接车这样开始玩赛道 然后后面开始接触一些比较慢的一些车型 然后到现在接触GT车型应该是从保时捷这次合作开始 那包括上赛以前我也没有来过 所以一路一路以来就是慢慢的了解赛道 然后了解车辆的操控各方面 就是全方面的一个对赛车的了解 跟自己的能力的一个提升的过程 好的谢谢Chris 那接下来还是问一下三位车手 对于明天的冲刺挑战有什么样的期待 以及今天剩下的时间还会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当然从金龙开始 首先今年比赛可能也不是很多 今年可能也是我的最后场比赛 其实成绩其实我觉得是次要的 我觉得最主要是享受这样一个比赛 好 那么接下来Chris 我也就是因为第一场比赛嘛 所以我觉得尽力就好 对 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更多是一个经验嘛 对 能够吸取第一次比赛的经验 然后参与在其中 对 当然如果说有一个好的名次 当然也会很开心啦 但是我觉得尽力而为 然后也都希望每位这时候都能够有好的发挥 然后大家都注意安全 是 没错 波波 对 可能就是今天晚上早点睡觉 准备明天的比赛 打足精神 我还是要感谢宝石杰能够在今年给予这样一场比赛 其实我们今年像我比的亚太比赛全部都取消了 所以非常感激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年末的时候 可以在上载玩一玩 可以跟这么多朋友 可以聚在一起 非常的开心 好的 那么也希望三位车手明天都能享受这个乐趣 当然也是能够做出好成绩登上最高领奖台 好 那我看到刚刚应该我们很多媒体 朋友都已经越是想要提问了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媒体问题环境 很激动 来 我们先把话筒递给这边的高迪老师 Chris 你好 我是来自Spity Weekly的高迪 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赛车运动是需要过人的天赋和超能力的 超贩纸 超票的超 所以在半年前你练车的时候 我们相信这两个条件你已经都具备了 那在半年前练车的时候 接受这个系统的赛车训练的时候 你大概是想有一个怎样的投入 最终达到一个怎样的预期 就是拿到一个怎样的成绩 那同时你已经挑战了这个这赛和上赛 那接下来你还准备挑战哪一条赛道 谢谢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 其实要看实际情况而定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 一开始它是一件 从兴趣跟热爱开始的事情 那其实到多高的高度 我觉得完全是看自己本人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 因为热爱 因为喜欢 所以我会去投入时间 然后花更多的 就是去用自己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对 但具体能够有走多远 对 能够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也要看自己的能力行不行 然后包括各方面的一些很多因素 对 然后就以后慢慢来 我觉得还是一步一步来 对 然后对于赛道的话 其实很多赛道都挺想去的 对 但是一直因为 其实工作之余的时间也不太多 对 所以其实很多赛道都还没有机会去 国内很多的像珠海的呀 对 包括京港北京的呀 其实我都还没有机会去 好好的去刷一下全速去跑一跑 对 未来有机会我想都去尝试一下 好 谢谢Chris 下一位 我看到那边 老师已经抢到话筒了 是吧 来 当老师 这很难得的机会 问一下赛车手无依反 那个今天你再开下来这款GT4赛车 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样一些感受 然后同就是以往你开过其他的赛车 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谢谢 GT4赛车其实是一个就是对 我觉得对新手各方面都非常友好的一台车 对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们刚接触赛车的话 可以选择这款车是非常适合的 它是比较容易上手 而且是开起来会让你很有自信的一台车 对 相较于其他赛车其实我也没开过什么赛车 那我开过 我自己我有一台这个GT3R的车 就他们今天他们开的这个GT3这个车型的车 那相对于这个车而言的话 GT4会好驾驭一些 然后GT3会更难开 对 需要更高的驾驶技术 对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的一个点 所以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可以去尝试 我觉得平台很友好 然后也能开出很快的圈速 是的 GT4 Cup Sport的确实是一款 非常适合入门级的车手 去进入赛车界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平台 那接下来 好 我们高天老师 您好 我来自《时尚先生》杂志 想问一下吴亦凡先生 然后由一个音乐人 一个艺人 然后转型做一位赛车手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就是 体积 因为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是一项运动 然后音乐 可能各方面是 比较多是自己的一些创作 对 艺术性的东西多一些 然后这是一个体育运动 然后也是一项极限运动 其实就是 其实大家跑起来一天 就都会消耗很大 体能消耗很大 然后开车也需要非常专注 对 因为任何一个瞬间的这个走神 或者失误可能都会有 不管是时间上的损失 还是一些意外 对 所以还是一个很需要专注 投入的一件事情 好 谢谢Chris 那时间有限 我们接受最后两个问题 那边戴后帽子的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之前你驾驶911GT3RS在这赛 刷新了那个最快圈速 然后这回呢 你参加的是一个 就是跟其他射手 在赛道上有一个 真刀真枪比赛的一个 正式的比赛 我想问一下 就你刷那个圈 刷圈速跟参加比赛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刷圈速就是自己在跑嘛 所以说你可以找最好的路线 然后可以去 胆子更大去推一些极限 然后比赛的时候 就更多的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 因为车比较多 可能你走不了那个最 最佳这个行车线 你需要去临时去做很多改动 然后怎么样去超车 怎么样去攻防 我觉得各方面其实都是我 暂时都还 我还需要去学习的地方 但是我认为是 其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对 所以比赛中的 心理的整个状态 整个人的这个 我觉得也会更加 心理压也会大很多 刷圈的话其实是 比较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认为 比较放松 然后比赛的话 是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 我认为 好的 那么我们最后 这边这位女士 麻烦递一下话筒 稍等一下 吴亦凡你好 我们是三菱生活周刊 然后想问你一下 就是今天坐在车里的那一刻 比赛开始之前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以及你认为 赛车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坐在车里面那一刻的感觉就是 终于要 就是 要来 要可以有机会 就是来一下真的 因为平时都是自己在练车 对 然后所以 难免会有一些紧张 对 然后会 不停地去看那个 时间 一直在看圈速 对 你们要不要说说 赛车的魅力是什么 你们俩也发表一下 赛车的魅力是什么 对 来来来 竟然被cue了对吧 静龙先来 你们为什么赛车吗 你说一下哈 赛车 我们为什么赛车 就是我觉得 其实跟你差不多 我们都非常 呃 喜欢这项运动 我觉得像 我们这种 男孩或者男人 这种血液中 流淌都是 都是汽油 是 没错 静龙来 最后总结一下 可能和Chris说的一样 可能就是从小一个梦想嘛 其实这句话 我以前也讲过 都差不多啊 好的 那也非常感谢 各位媒体的提问以及 感谢我们车手的回答 现在先有请波波和金龙 台下就座 那么有请Chris 站到我们台前 因为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环节 请先到台前一个surprise 那我们保持中国车主俱乐部 想要邀请Chris成为我们车主俱乐部的荣誉会员 那下面有请颜博与博士 以及我们客户关系管理总监楼中女士 为Chris送上她的会员卡 有请我们的李怡送上会员卡 哇 荣誉会员 请大家拿住这张荣誉会员卡 给大家留下精彩的瞬间 非常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观看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那我在这里也代表保湿节之后车主政府欢迎你, 然后恭喜你成为我们保湿节之后部的一个会员, 也希望你今后一如既往地来分享我们的保湿节好车和白车主政府的会见。 好,谢谢,那我期前祝你生日快乐。 因为这个1106是Chris的生日,所以我们特别选了这个生日。 嘿,Chris生日快乐! 好,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保湿节中国管理层的Daniel,JoJo, 以及Gary,以及我们两位车手同在回到台上, 与大家一起合宁留下这个值得纪念的瞬间。 好的,大家都互相支持一下。 好,感谢各位媒体老师参与。 今天我们的发布会也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Chris和各位车手。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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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